这舞跳得特别的开心啊 很棒 谢谢 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王文博 来自吉林省吉林市 我的年龄是26岁 然后我的体重呢 是300斤 这跳舞跳里有几年的时间了 我是刚刚学 刚刚学的 刚学就可以跳得这么自如了 对 我就觉得 跳跳舞动一动 不是能促进减肥吗 从小就胖胖的吗 对 从小就胖胖的 我出生的时候就八斤二两 然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 生了三天三夜 确实是招了不少的罪 小学时候有多重啊 130斤 小学就130斤了 所以说我被 小时候就被起外号 我父母就给我送去监管了 然后我也是碰到一个 很有责任性的教练 然后带着我妈妈练 练练送嘛 然后但是我就是说 这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减肥 然后不断地腹胖 就是我让他们失望了 就是确实挺失望的 因为我父母是一个 汲取自律的一个人 而且是特别爱面子的一个人 他们很严格地要求自己 而我呢 就像我妈常说 我真的好像你上辈子 没见过吃的 好像是饿死鬼一样 但是就是真的 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从小我就报应报事 因为父母忙嘛 从小都是在寄宿学校长大 然后就是我也是自己吃饭嘛 所以说就导致越来越胖 那爸妈是用比较强硬的方式 说你看你这么胖多难看 我爸身边的朋友 就是他们不组织一次旅游嘛 然后他们那边人 就是关系特别好 然后呢 生的孩子呢 跟我都差不多大 然后就想的是 他们都好心 让我这一边也好吧 然后相处看 然后结果就是啥 就是我爸就觉得特别没面子 就说我姑娘就不去了 他忙不方便 其实我知道 其实我知道我根本就可以去 但是可能就觉得 我爸觉得我没面子领出去 然后就是他跟我说 我爸有时候一向别人介绍 我就是说 这是我姑娘 然后会委婉地特别羞涩一笑 有点胖 就是有点胖 哪哪都好 就这样 这些都让你挺难过的 其实我都在心里 我都有数 但是我也想减肥 他们觉得 为什么我们都能够很自律 为什么你做不到 所以其实文博也真的觉得 想减肥 也尝试过 也希望被爸爸妈妈更完整地接纳 对 但尝试总是失败 对 你最瘦 就成年以后 最瘦通过减肥 瘦到过多少 140 那不错呀 那是什么 那是因为我去了 蜂蜜减肥军营 然后因为蜂蜜起来了 你就没有办法偷吃了 你就每天都坚持着心恋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确实也是小吧 就是出来以后 没有能够说 克制住自己 我出来以后 第一天 我就疯狂地吃 就是吃吐了那种饮药吃 就是想吃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吃 我第一天 说实话 我就胖了十斤 你们都无法想象 就是啥 因为那些东西 纯粹是我吃到胃里的东西 胃已经蹭到不行了 但是我就是想要吃 我无法来满足我这个 就是无法来满足我 怎么才能够吃 吃够的 吃饱的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的肥胖 可能内分泌啊 或者是各方面原因导致的 有些人真的和心理 有很直接的关系 现在其实也过去很久了嘛 对 自己也长大了 也独立了 心情应该是比小时候 比小时候那个胖胖的 自己要好很多了吧 我自信啊 因为胖就胖呗 真是的 看就看咯 找工作呢 会不会受影响呢 我自己就是 我这些年一直都干什么 都干的是花类的 二十岁那年开的花店 你的笑容很感染人 要是我 我买了花 觉得这花不错 价格也合理 我也愿意找你再买第二次 对啊 那那个 你在花店里 有没有遇到爱情啊 花店倒是没有遇到爱情 但是有一个缘分 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靠 用花店挣来的钱 去走村葬线 然后我认识了 我的老公 女友啊 对 然后她也去那边玩 然后我也去那边玩 因为都在走那个楼梯嘛 都在走那个坡 然后有一个姨 她由于缺氧 她就晕倒了 然后我恰恰就在她后面 然后我就拿着我的水杯 我就给她喝 然后那个 这个举动可能就被 当中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我老公 可能就被看到了 然后 当时你是和你老公 一起服的这个阿姨 对对 就是通过这个缘分认识的 哇 哇 哇